生活在都市丛林的宅小环境中 最希望的就是拥有绿地空间 为了推动绿色大地 绿美化台中市的目标 台中市环保局11月25号下午 特别在文西南路跟南屯路口 举办一场空地绿美化跟巡守任养宣导活动 有多名环保局人员、市议员、里长跟当地民众参加 主持这场活动的台中市环保局长洪正中表示 市政府用以人为本的精神 希望创造更多都市空间 增加民众休闲游戏场所 并且结合任养单位 加强清洁巡逻 改善都市居住环境的品质 要看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所以在附近的居民 他会感受到说 我的环境变漂亮了 而且他可以来这边自由的进出 所以变成一个公开的地方 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空地立美化的政策 我们也负责环境的清扫的部分 那这部分还是要麻烦我们的志工 所以说我很感谢我们的志工 这一次的宣导活动选在文新南路旁举办 是因为这块原本属于国雄建设公司的私人土地 经过台中市市议员何文海 台中市渔市长董事长刘文庆 向国雄建设总裁许昆仲动之以情 研之以礼之后 国雄建设小语大义将土地提供给市政府 并且在绿美化之后 变成台中市民的公共休闲空间 我想国雄建设是一个非常有企业良知的大企业 那这么好的地段的土地 唐建设说闲置的话很可惜 如果能够加以绿美化的话 开放让社区民众来使用 对整个环境的提升 以及台中市的绿美化有很大的贡献 这可以净化空气啊 可以绿化啊 对我们所有的环境是太棒了啦 所以这个应该有闲置的空间 闲置的土地都是要大规模来绿化 这个是对我们的环境 周围环境太棒的一个挥航的idea 任养宣导活动当中 市政府也颁发感谢状给国雄建设公司 并且举办任养仪式 将清洁维护跟社区寻守的工作 交给当地的里民 让大家在公共绿地上 可以玩得开心跟安心 打造幸福健康的快乐城市 记者陈文旭 刘淑平 刘冠宇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